我看到一句话 说一个家里两口子都拼命赚钱 那这个家就穷不了 两个人都用心地养娃 这个家就散不了 我还想再加一句 两个人如果都能齐心协力地支持对方 那这个家是既有钱又有爱 就一定幸福得不得了 真的最好的婚姻就是 夫妻俩并肩同行 心往一处使 互相支撑着一直往前走 你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家的状态就是 两个人下班都往家里赶 一个做饭 另一个就帮人打下手 顺便聊聊今天遇到了事情 互相打打气 那吃完饭呢 一家三口三三步 回来一个陪孩子看书 一个收拾收拾 家里散落了杂物 有时候可能什么都不用说 就感觉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安定 整个家都特别的亲盈 那婚后的浪漫真的 不是只有鲜花和拥抱 还有那一些烟火气 是归属感 是陪伴 是内心的安冷和知足 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 看到日渐苍老的你和我 却还是爱意不解 九属不厌